我剛剛接到通知了 所以如果邀請的話我一定會到 那因為今天早上好像特別發了 是不是擔心中平會的結果 另外說有可能只用來請辭嗎 因為現在黨內像是蔡碧如 就頻頻上職 有沒有說希望你要扛起最大 我想這次的風波跟事件 我們還是要很誠懇的 來跟社會大眾說明 我們在參選的初期 其實我們真的是一個 非常閉路藍旅的團隊 我們一開始的人力非常的少 然後我們的競選團隊 大家去過台坡大樓 也知道我們只有幾個位置 所以其實競選團隊的 一開始的成員就非常的少 所以當時分工也很精簡 所以我們的人力的確是不足 所以包括選務很繁雜 包括財務更加繁雜 所以整個團隊在工作上面 我們其實非常非常認真 跟努力的分工 那各司其職也相互尊重 那當然我們也會互相信任 但是這一次是避不開 這些所謂的外部風險 那整個過程 我們沒有把事情做好 這件事情我們本來就應該要負責任 所以臺灣民眾黨會負責任的 把所有相關的這些資料 做完整的比對之後 再一一的該跟社會大眾說明 那現在的相關資料都已經到檢調單位去 我們也會在我們有限的範圍之內 我們會儘速的把相關的問題 把它一一的釐清 那現在重點是中平會開會 黨發生這麼大的事 本來就是一個很正常啟動調查 那我們也會虛心接受 那也會尊重中平會的決議 所以我們會按照程序去中平會做說明 那我們也會希望讓整個事件 讓大家知道說 臺灣民眾黨在整個選舉的過程裡面 我們非常信心激勵 但是我們的確是人力不足 沒有把事情做好 也希望大家能夠體諒 能夠讓這些我們現在這些同仁 其實他們都非常的惶恐 我們也希望把所有的事情做好 我想沒有一個人 包括會計師 都沒有一個人是故意要做這樣的事情 但是事情發生了 我們就面對 我們必須要把事情理清楚 理清責任 然後還原真相 這是最重要的 謝謝大家 我剛剛說了 我們已經會尊重中平會的決議 因為對一個政黨來說 不是個人的問題 而是這整個事情 還是需要被理清 還是需要讓責任歸屬更清楚 而不是只是用這樣的方式 然後自己保全自己 而已 我們是整個政黨 我們是整個政黨 蔡壁吾在直播節目上 都直接點名 您應該要負責 我想 我想每個黨內都會有不同的意見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們也都尊重大家的意見 這是一個多元的政黨 但是我們扪心自問 自己有沒有把事情做好 該做的事情 我們做到了 沒有 現在要釐清的是責任 而不是單純的個人的問題 謝謝 因為我還有行程 所以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